今天我们来说墨山掌 墨山掌是八荡木章里面的第五个掌法 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从青龙探长母室开始 汤泥布把自己的重心带起来 闭门沿肘 注意这里边是一个站步的行步撩衣 然后是一个360度过扣步的迎风展秀 我们往哪边穿掌就往哪边掰布 掰布要大 扣步要小 每一步重心转换都要清洗 然后扣过来 用身体去把这掌盖出去 背身掖掌 然后走马活鞋 腋下藏花 红眼出裙 注意还没有完 还要换一个方向 行步撩衣 过扣步的迎风展秀 然后掰布 扣步 掰布 扣步 用身体盖出去 背身掖掌 走马活鞋 腋下藏花 然后青龙探长定式 小胆衣 现在呢我来做一遍完整的 我们从这边青龙探长起事开始 小胆衣 收拾 这个就是墨身掌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墨身掌的思维 墨身掌 它是一个群战的思维 它所针对的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目标 而是多方位 多角度 四面八方的目标 我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要通过掰扣步旋转位移 来找到适合我自己的位置的同时 寻找适合我自己打击的目标 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打人了 墨身掌 为什么叫墨身掌 因为它像墨盘一样 跟对方贴得非常近 这样咬合着去转 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 我与对方接触了 同样我针对的不是这一个目标 现在又有另外一个目标 向我攻击过来 这个时候我就要赚到 我现在这个目标身后 我要用我现在击打的这个目标 当成一个掩体 去隔绝另外一个目标 让对方打不了我 那么我现在要把我眼前的 这个目标先解决掉 然后我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个就是墨身掌的独到之处 咱们在练习墨身掌的时候 有个注意事项 人家墨身掌的动作并不复杂 但是他脚下掰扣步 这个位移速度比较快 而且它的旋转转圈比较多 所以咱们如果在练习当中 如果感觉到头晕 或者是这种恶心眼前发黑 那么你需要马上停下来 走一走休息一下